字幕君 字幕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們的頻道的話 我們這條頻道主要就是講講一些國內相關的資訊 包括樓宇的生活等等 如果有一些特發性的國內新聞內容 又或者是我們香港未必看到的一些新鮮事物 我也會馬上製作影片通知大家 如果你看完覺得對這類資訊是有興趣的 歡迎訂閱我們 又或者轉發給你身邊同樣對這類資訊感興趣的朋友 大家好 對上兩個星期左右我就有出過一條影片 是講解如果你是落油卡的持有人 即是長者們 是用最便宜的方法 兩至四元就能夠去到羅馬洲後岸 當然要視乎你自己是哪裡出發 假設你是住在元朗天水圍的人士 理論上兩元就可以直接搭B1車 去到羅馬洲口岸 這個方法亦都比起坐這個東鐵線 無論你是去羅湖或者羅馬洲 基本上都是收得很貴 大家都知道 你由上水搭一站的車都是收那麼貴的 所以巴士用這個落油卡的福利 的確對於長者來說是限很多 當然如果你是非落油卡的使用者 這個方法也會普遍比你坐東鐵便宜一點 但是之前介紹的連塘口岸也好 又或者深圳灣口岸也好 我覺得都相對是幾方便的 但是唯獨 如果你是要在元朗或者天水圍 坐這一部B1車 去到羅馬洲口岸 我又覺得是相當辛苦的一件事 到底用不用這個方法自己再考慮 辛苦的原因就是 如果你在天水圍那邊上車就還好 但是假如你在元朗站那裡才上車的話 那裡經常要等幾部車才有機會上到車 而且上車之後 基本下層的位置都是迫足全程才會去到羅馬洲口岸 部份曾經有經驗的人士說在營點那邊都可以上到車 但是上次我是天水圍上的那部B1車 在元朗站那裡已經上滿了 直接就飛了營點1那個的站點 所以個多月前出了一張在路上攔截B1車的 其實正正是因為這位女士在新田的站 是上不到車 這部車直接飛站 所以她非常之憤怒 後來經我了解一下 應該就是部份B1車會在山水樓開出來 就是說天水圍那裡會開出 而山水樓也都有程 相對短程一點的車會在那裡開出 那邊有機會是直接去到營點都還可以上到車 相關這個B1車我上次都分享得很詳細 因為我是親自坐了一次才出影片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影片下方 看看我上次這個行程和一些相關注意的事宜 而這次我們就會介紹另一個更便宜 兼且一定有得坐的交通工具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靚樓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樓安排 沒想到想在哪裡看樓和買樓 上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設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常售後服務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這次我主要想說另外一個交通工具 就是小巴 在元朗這一邊是可以坐到小巴 亦都可以去到諾馬州口岸 如果你是落油卡持有人 即是長者 可以用兩元就坐到諾馬州 但好像我自己本人 並非是落油卡持有人 其實都有些好處 因為剛才說的那部B1車 如果你在天水爲上車 就要14.7 如果去到元朗那邊才上車 就13.2左右 但是這個小巴 其實是8.7 單單是算去關口 這樣算的 這個價錢 8.7是便宜的 兼且一定有得坐 不過一定有得坐 亦都會有它的問題 就是可能你要等很久才上到車 因為它不像巴士 你物質質的 迫進去的 可能還有機會迫進去 但是如果那天坐小巴的人多 我會很肯定你要等幾部小巴 才有機會上到車 不過我自己當日就相當幸運 當日我的第一程車 就是入到元朗大馬路 即是青山公路元朗段 就在這個開心廣場的對面 還有一個位置下車 相當之近著這個福康街 雖然我自己就走錯路 兜了少少路 才去到這個福康街 若然你是坐西鐵這樣算 因為長者們如果坐西鐵去到 朗平閘其實都是兩元而已 朗平走過來就有少少距離 所以各位長者如果入元朗的話 視乎你自己會不會有車是經過 剛才我所說的 元朗大馬路那邊 亦都近著福康街可以下車 當日去到福康街 目測大概有20人在排隊 我最初都在這裡稍微計一計數 到底要不要等兩部車 結果第一部車很快就到了 兼車上了人之後 我就知道第二部車肯定可以上到 其實等到的過程都不算很久 因為我一到就已經有第一部車了 然後再等多十分鐘 就已經有第二部車 我也是可以順利上到車的 我相信分分鐘比起元朗那邊 即是你去到元朗站 可能要等兩至三部巴士 才上到B1車的話 有機會更快一點 但是我要強調 當日早上這個是我自己遇到的情況 如果平時有些人知道 在福康街等這個75號小巴 是不是需要等到更久呢 可以留言說說實際情況 因為我不能以我自己一次的出發行程作準 當然我去的是閒日 如果是假期的話 我一定不敢坐這個75號車 因為我相信要等很久 我個人也相信這部75號車 大部份的情況都是想觸客就開車的 所以你說在前方一點 還有沒有一些中途站可以折到 我相信有人會做 但是應該極難上到車的 所以正常情況之下 要搭這部75號車 都是去元朗福康街 那裡直接總站上車 由於中間就不設停站 所以整程車的車程其實都相當之快 做了一個簡單的計時 大概25分鐘內 就已經可以由他開車 去到諾馬州口岸下車了 由於這部車的價錢是8.7 所以對比起我之前坐巴士的教學 去深圳灣口岸也好 或者去連塘口岸也好 都要便宜上一折 某程度上也可以說 非持有落油卡的人士來說 是最便宜到諾馬州口岸 或者是到關口的方法之一 但是我之前也有說過 諾馬州口岸本身 並不是一個我認為 非常好的過關關口 因為我統計過 我過了諾馬州口岸 都是要太久 特別是人多格的時候 不過當然他也有他的好處 就是一個關口直接地庫位置 就可以去到地鐵等等 很多人是喜歡過了深圳之後 直接乘坐地鐵的交通工具 無論如何都好 今集這個 坐小巴75號去到諾馬州口岸的教學 就來到這裡了 有什麼意見發表 歡迎留言說說 我是自家兄弟阿湯 下條影片再見 疫情已經遠退 2023全面通關了 你有沒有興趣 跟我們自家兄弟 過來大灣區這邊看樓 自家兄弟現時為客戶 量新訂造專屬行程 無論在口岸的預約接待 又或者香港這邊直接出發 提供點到點的提樓安排 帶你品嘗當地特色美食 盡責為你提供各個樓盤的資訊 看樓全程無壓力 讓你可以輕輕鬆鬆 選購深水單位 然後簽署認購書一刻 我們的服務才是剛剛開始 無論是匯款、簽約、代辦、手續 我們都會為客戶提供貼心而全面的協助 後續我們還會提供自家兄弟的專屬管家服務 由買樓、收樓、驗樓 到單位的軟裝精裝設計 以至是訂製家師服務 自家兄弟都能夠為你一一辦到 可以和你一起選購裝修建材 以至是單位裡每一個細小的組件 更有提供資訊豐富的網上平台 讓你自主了解各個樓盤的詳盡資訊 無論是市場熱華、獨家折扣、熱賣靚盤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們誠邀你跟我們到灣區各個城市 選購你的心水單位 專屬訂製路線考察 可以天天出發 灣區的生活有多美好? 讓自家兄弟帶你來瞭解一下 大家好 我們自家兄弟為了配入通關後業務發展上的需要 已經在旺角彌敦道567號銀座廣場 增設了我們的物業展銷中心 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你只需要在油麻地站的A1出口 轉過來彌敦道這一邊 向太子方向走過去 約一分鐘的時間 你就已經可以來到銀座廣場 又或者你也可以選擇在旺角站E1出口 出來之後去彌敦道這一邊 向尖沙咀方向走大概4-5分鐘 也可以直接來到銀座廣場 反正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而大廈也不會要求房客做額外的登記 我們就在銀座廣場的15樓1502A室 我們承邀你的到訪 了解更多關於大灣區的物業和資訊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